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5年一个普通的早晨 北京郊区的一座混凝土搅拌站内 刘大军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面前这个庞然大物每开动一次 可以将四吨砂石水泥快速搅拌成粉状的混凝土 拳头大小的砂石在搅拌机里被碾裂切碎时爆发出的巨大声响 震满欲落 而作为修理工的刘大军 已经与这座机器朝夕相伴了一年多 此刻他并不知道 今天将是他最后一次修理这座机器了 急救中心也许是整座城市中距离死神最近的地方之一 虽然外面就是繁华的城市 这里的一切却仿佛一个冰冷的战场 置身其中令人不知不觉神经紧绷 此刻999急救中心浦外科主任张连春 刚刚结束了一个急诊手术回到病区 在他负责的病区里 有几个危重病人的情况目前不太稳定 这让他有些担心 上午9点40分999指挥中心接到一个求救电话 有一个工人遭到严重外伤 生命垂危 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急救站 立即出车赶往现场 与此同时抢救室得到指挥中心通知 伤员将在30分钟内送到 刚刚接班的副主任赵志英严阵以来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张连春知道这是一例罕见的外伤 但他不敢确定这个病人能否活着来到他的眼前 为了争取时间 张连春让手术室提前做好准备 一场与死神的争夺就这样促然开始 然而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 此时此刻只是又一个平凡日子的开始 指挥中心 病人已经接到 情况很严重 腹部外伤 全身多处骨折 双下肢骨骨干骨折 现在已经休克了 病人 指挥中心 病人的检查结果出现在张连春面前 虽然已经有思想准备 但这个人的伤情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完全不能翻身 给你好好配合你检查 这些工作咱们都做不了 因为病人伤得太重了 像这个情况 我很快地做了一些检查的工作 同时通知手术室 给病人家属或陪护或单位领导 交代了病人的伤情 告诉他们 这个病人能不能救活 能不能救活过来 咱们只能努力 张连春清楚 躺在手术台上的人 已经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 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 他全部希望就只剩下一个 那就是活下去 这个病人伤得重的情况来讲呢 他不在于除血量大 而且这个人伤得最重的情况是 肠管完全断了 一肚子大便 再加上所有的肌肉 打开一看 好多肌肉他也断了 不但断了 他有好多肌肉 他是碾了 错了 把他不但是碾压了 还把他错了 这样的他有些肌肉 这些好多部分 他就缺缺坏事 所以像这个情况来说 所以说我们心里是没有 没有多大的这个把握 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 是一道恐怖的伤口 他甚至因这些经验丰富的医生 也感到不寒而栗 直到此时 张连春甚至没有来得及详细询问 病人受伤的过程 他只知道 这是一位叫刘大军的混凝土搅拌机修理工 他在一个多小时前 进入了一座停止的混凝土搅拌机内 这就是混凝土搅拌机的内部 巨大的脚刀犬牙交错 当机器启动的时候 刀锋之间的缝隙只有五厘米 通常在进行维修时 搅拌机的电闸要专人看管 以防不测 但这一次 当刘大军进入搅拌机内部 刚刚开始工作时 他突然发现 身边犯着寒光的巨大脚刀 正缓缓地转堵起来 变成伤得这么重 整个前伏壁的肌肉 或这个腰背部的肌肉 全是断了 当时在我心想上 这个人可能活不了 开服以后 咱们按照手术原则的先止血 要是如果这个血不止住的话 你各种手术白做 因为你病人一死血 他命都保住 你谈其他的就谈不上 咱们首先的是 以止血保命 以最快手术 尽量不要让他出血 也许正是强烈的求生本人 使这个几乎被锋利的搅拌机 拦腰斩断的人 依然坚强地活到了现在 而接下来 对于他的生死 却没有人敢给出答案 一个车祸伤员 被送进了抢救室 很多人正是在亲身经历过之后 才真正明白 没有哪个虚弱之躯 能够在高速冲撞的汽车里 安然无恙 而遗憾的是 往往只有非常幸运的人 才有机会去明白这一切 这把酱快打上 你都会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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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可以做好了 好 行 好 行 抢救刘大军的手术还在进行 但随着手术的深入 张连春发现 病人面临的危险 不断地加剧 内脏的损伤 大量肌肉的缺血坏死 主要骨骼的粉碎性骨折 即使今后可以恢复 这个人的半侧身体 也将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在抢救室里 另一场与死神的争夺也开始了 由于刚刚送来的车祸病人 四肢几乎全部严重骨折 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 血管严重收缩 输血和补液 无法通过四肢的静脉进行 病人情况十分危险 有随时死亡的可能 值班副主任赵志英 立即决定进行补静脉穿刺手术 以最快速度打通病人的静脉通路 也就是用比较粗大的脑管 通过大腿上端最大的静脉 将药物和血液以最快的速度导入病人的静脉中 尽量维持他的生命 把这东西修了 等会在时候没有这开服呢 骨折不做 很危险 病人现在修科状 这是一场与死神争夺时间的手术 假如手术成功 拯救生命的血液和药物 就有机会进入这个岌岌可危的生命体内 怎么办 痧从这边 就是了 那边不动 这个情况 看看进入了 拯救 这时候就 呼 几分钟后手术顺利完成 但是目前病人腹部和头颅内部的伤情还不明确 谁也不敢肯定这个人能否活着回家 一个昏迷不醒的老人 使整个抢救室内所有人的神经再次骤然绷进 根据赵志英的经验 老人极有可能是突发脑溢血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需要尽快根据脑CT结果马上确定出现情况 这种伤情是比较罕见 比较非常少见 从我们创伤来讲这种判断 这种多发伤 它不光是有这种 它还有骨骨干骨折 我们都骨不上给它揍 骨骨干的骨折 咱们都放了以后 为了避免感染 避免出血 直接导致它死亡 咱们把有些创伤都放在后球 这种还有锁骨折 锁骨咱们也不管 骨骨干咱们也不管它 咱们都放到以后进行处理 因为这种麻醉来讲 对病人是一种打击 那么我手术也是一种创伤 对病人也是一种打击 那么在各种打击 都同一时间 都夹在一个病人身上 可能这个病人受不了 接受不了 可能导致病人当场就会死亡 与此同时 在等待命运判决的 不光是手术台上的刘大军 处于休克状态的车祸病人 腹腔与炉内的情况 还不明了 面团 面团 面团一个左边不在哪 头发那是什么 转骨 全满满的 飞骨小车 不光是那个 是右侧吧 右侧的 这是左侧的 左侧的 左侧全是 左侧的 西方节 颈飞骨 颈飞骨下 三飞之翼 和那个 外怀 内怀 屁灵骨 股飞没事 骨盖 骨盖中的和骨科长科介 也缺塌了 紧箍平台 多发骨折 修腹部有事吗 都还行 经过检查 车祸病人的腹腔和炉内 都没有明显异常 这是不幸中的惋惜 别动 扶着 帮扶着 但这是 伤员的骨液 再次出现问题 赵志英决定 进行锁骨下 境外穿刺 别别别 这样下不进去 就这么下 下不进去 这么下不进 已经可以完了 等着马上输血去 完了 我去哪儿 完了那个 谁定来 拖着手指 马上接给人 好 但此时赵志英突然发现 病人的家属还没有找到 而接下来的手术 必须征得家属的统一 面炉又实了 休克下的病人 好 连起 连起 来 给钱 差点什么 王俊杰 当面把钱捡起 差点什么 王俊杰 王俊杰 喂 喂 你好 脚后没痛啊 喂 你好 你这是汪俊杰吗 汪俊杰 都是 我给你剪 哎 就是啊 来 就是啊 一点酒 就能学浓度 你这酒 它正上热度是吗 掉皮我找着呢 哦 你叫汪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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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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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又汪俊杰 又汪俊杰 前来的三十号桌上 喂 我跟汪俊杰 喂 你好你认识汪俊杰吗 这一看 汪俊杰 是吗 是开会 啊 我来无电污用 不是你认识不认识汪俊杰 是 学管 不认识啊 是开会 对 哦 那现在现在 他的手机 他现在出车祸了 在我们医院正抢救呢 他的手机号 号码里面 投入了你那个手机号 汪俊杰 还有 汪俊杰 嗯 认识吗 就把人家砍砍 喂 就把人家砍砍 就把人家砍砍 不认识 都是不认识 他有家事 他老一家 他老一家可以 好 你这是汪俊杰吗 这个是吧 我跟你说 我是999技术中心的 他现在出车祸了 在我们医院正抢救呢 你能通知他们家属 或者你们马上能改造吗 因为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刘大军的手术 已经进行了将近三个多小时 所有人都在为 仅存的一线希望 全力以赴 所以像这个情况来 所以说我们心里是 没有多大的把握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 我孩子要想办法 尽量地把手术做好 尽量地争取把它救活 这可能是我们自己 所想象的 心里当时就在想 虽然有那一种 可能救不活的感觉 但是作为责任 取舍自己 必须要坚持往下揍 什么这个病人呢 这个当时弄开以后 我们把揍了长万五合 死穴以后 做了长万五合 把肚子里面冲洗肚子的一些大便了 咱们大概用了六千 六千毫升盐水 这个进行冲洗 还肚子里面放了一些 这个消毒液 杀菌棉菌 这个消毒液 这是我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手术做得非常艰难 做得非常艰难 是吧 这个 因为你要把肌肉 要一根根地把它截起来 把肠管要截起来 肠细膜断了的 这个破裂的肠细膜 要把它捂合好 把肚子里面还得要清洗彻底 要清洗干净 是不是 奇迹最终出现 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手术 竟然没有耗尽 这个已经濒临枯竭的生命 但是手术后这一关 更难过去 更难过去 那不是几个小时的问题 那就可能是几十天 甚至上百天的事情 手术结束之后 重症监护病房 接连下了六张病危通知书 渐渐苏醒的刘大军 与死神之间的较量 还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他要面对的 是大量伤口愈合过程中 感染带来的致命威胁 重获新生 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说 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我没想到还能恢复到这样 当时人要说不怕死 那都是假的 说句实话那都是假的 就是晚间有时候躺在床上 自己默默地想一想 就是说当时被叫的那个情景 当时身上都哆嗦了 确实很害怕 我在里边一见到这个搅拌机启动的 当时我就是大脑就发懵了 往外扑了两次 我们的那个同伴呢 拽我两下都没拽到我手 我一瞅完了 当时我大喊了声 哎呀妈 这下可完了 当时哗下去我叫下去了 从灾难发生的一瞬间开始 刘大军的记忆出现了一段漫长的空白 苏醒之后 他首先看到的 是急救中心的重症监护病房 因为他当时可能是在监护室啊 因为他在外面有时也能听得见 喊呀疼呀 因为当时知道我哥伤得特别重 我们也不知道喊的到底是不是他呀 所以说我们每天的心都揪着 有时可能是在监护室 就是说病人没什么希望了呀 家属进去呀 出来的时候也都在大厅哭呀 或者是那病故的人 抬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都是特别不好的 当时那心情真的无法形容 就是说说不出一种感觉 自己心里想 哎呀千万抬出来的时候 不是自己家的人 都是有这种感觉 确实这个急救中心的 这个医护人员呢 我确实说多少遍 用语言来表达 我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说说多少遍感激他们 这也是不够的 刘大军出院之后 浦外科主任张连春 依然继续着自己高度紧张的日子 在急需救助的病人面前 他始终是坚强和力量的化身 所以实在话 我是没有真正非常认真 哪个是我救活的 或者是哪个作为登记啊 好像我这个 我只是觉得该救活的 这是咱们应该做的 咱们应该做的 的确是这样 你像有好多病人 出院以后 所以实在话 有很多 在作为我们个人来讲 因为我们医院对我们这种 非常对我们非常 尊敬我们 那么作为我们来讲 更应该把工作做好 是吧 所谓病人这个 有些 出门我们 像我这个 在所有救活的病人当中 很多病人 那是感激的不得了 但是我出院的时候 我是给病人家属 交代一句话 说个实在话 咱们就交代一句话 只要你出院的时候 跟我们拉上手就行 急诊科副主任赵志英 最终找到了车祸司机的家属 因为手术及时 他活了下来 但那位昏迷不醒的老人 由于严重的脑溢血 几天后去世 他将人生的最后时刻 留在了急救中心 在本期节目中 急诊室的故事 将继续为您讲述 发生在急诊抢救中心的感人故事 在生死的边缘 坚强的生命与脆弱的躯体 共同构筑了强大的人性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